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朋友平安 我是王林定蘭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在泥醬中綻放 嬸仔小時候 他們很喜歡吃一種甜品 叫做泥醬派 Mud pie 原因是有一次 Potluck聚餐的時候 有位客人帶了一個Mud pie 這個派的樣子 好像泥堆 他用巧克力的糖醬 巧克力的布甸 和巧克力的鮮奶油製成 外形 不是很吸引 但是是充滿著巧克力的香味 嬸仔很喜歡吃 泥醬派 讓我想起 在沙灘上 看到嬸仔和大人 在沙灘上玩泥沙 他們用泥土 用泥醬 在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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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他們 聚精會神 努力創作 又不怕弄髒他們的手 平時 都不喜歡摸泥沙 但是他們 可以用泥醬 起到此無此樣的實物 我心就被觸動了 泥醬 怎麼可以造成巴黎的鐵塔呢 泥醬 怎麼可以造成美輪美緩的度假村呢 泥醬給我的印象 是泥靈混濁的 骯髒 也都是凌亂無罪 濕黏 它也都沒有人歡迎 沒有人喜歡的 如果有泥 我們很想快一點 弄乾淨 才舒服的 這個就是我們時時 對自己的感受了 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好 應該做的事 沒有做到 應該說的事 就沒有說 時時都是給自己 還有給家人添麻煩 而我們自己 都會被別人的看法來影響 等於 對自己又沒有信心 好像人們這樣說 When you feel like dirt people will treat you like dirt 當我輕看自己 好像泥土的時候 人家就會對待我 好像泥土一樣 但是泥醬呢 也都有它的好處 第一 泥醬有適應力 Adaptability 你可以要它做什麼 它就可以成為什麼 它准許你改變它 或者是擴展 第二 泥醬呢 有復原力 Resilience 你弄壞了它的時候 你可以重新來過 它沒有反抗 又沒有掙扎 它的彈性 讓你容易些來建設 第三 泥醬有創造力 Creativity 你能夠想到什麼 你都可以形成 你可以模仿 可以創新 亦都可以改善 聖經中 有一個泥醬的奇跡 是很鼓勵我的 有一個核子 他一出生 就是盲眼的 爸爸媽媽 在他成長的過程中 求醫問藥 亦都沒有辦法 讓他恢復視力 耶穌一看見他 就醫好了 主耶穌 用了很多令人肺解的行動 他套拖沫在地上 用拖沫和泥 套為核子的眼睛 叫他去池洗 他洗完之後 他的眼睛就可以看回 吐口水 通常我們認為是不雅的 玩口水和泥土 亦都不是維生 何況 是將這些泥醬 塗在人家的眼睛上呢 看來 這個不是主耶穌老師 應該做的 或者 你和我的心 可能不贊同 亦都充滿疑問 但是 對這個核子來說 泥醬 就是他生命的神跡 奇妙的 就是 第一 主耶穌 用微不足道的東西 來成就他的旨意 泥土 隨時都有 亦都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第二 主耶穌 用不可以理解的方法 以泥 逃抹眼睛 好像沒有什麼醫療的作用 亦都不是什麼神丹妙藥 第三 主耶穌 用不可以想像的 甚至是很骯髒的物體 沒有價值的東西來實現他的計劃 這樣 我就開始欣賞尼藏了 這些這麼普通的東西 可以被人踐踏 不為人所重視 但是在主耶穌的手中 卻成為醫治的處方 今天 你和我 有時覺得自己卑微 被人看不起 但是主耶穌要用的 就是你和我 這樣普通的泥漲類型的人 有適應力 有復原力 以及有創造力的人 泥漲在主耶穌的手中 居然成為奇妙的工具 今天你和我 亦都可以在泥漲中綻放 靠著上帝的恩典 你和我都可以做得到